那么今天雷院长 为我们请来的揭晓嘉宾 是哪一位呢 我请来的这位嘉宾 他是我们安徽人的骄傲 有请中国奥运首金得主 原中国设计队总教练 徐海峰先生 掌声欢迎 海峰好 两位好 大家好 徐海峰 这可是教科书上的人物 咱们这一季 也是把夏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的 第一块金牌的得主 都集齐了 但还真不知道 海峰您是安徽人 对 我是主席是安徽的 在福建生的 15岁的时候呢 随父母从福建回到安徽 82年25岁的时候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开始练设计吧 后来就进了安徽设计队 做了一年一年 哦 徐老师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时 一碗中国人为之振奋 当时为徐老师颁奖的 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际奥务会主席 萨马兰奇 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当时还真味道 比我还想 后来拿了冠军以后 我就分析啊 我要是知道 这是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啊 估计可能也拿不着 但是呢 有一个事我印象比较深的 我和王毅夫 两个都进入前三名 当时呢 通知我们去领奖的时候 我们在领奖区 等了大概将近四十分钟 哦 那个主席会议人就跟我们 解释说 再对不起 我们没想到 在第一天 第一个项目 一个国家只允许参加 两个运动员的情况下 你们两个人都进入前三名 结果我们就准备了一年 我当时还跟他售后说 你早告诉我们 我们带的国旗来 他这是小瞧咱们了啊 哎 徐老师 咱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也正值巴黎奥运会 您觉得这次他们组委会 得给咱们准备 多少面中国国旗 他是这样 就是如果团体项目呢 至少准备一面 如果要是各项目呢 有些项目呢 规定是因为国家 只能参加两个人 那他至少准备一点 还有一些羡慕参加人数比较多 那他至少要准备三名 哎呀 咱们心里有数了吧 那就让我们期待 奥运健儿的表现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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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